全红蝉最新动态曝光 一个细节引众人热议 网友 这是戴了假发 全红蝉如今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 全红蝉是一名非常有实力的运动员 也是因为这样他用他自己的实力 征服了非常多的粉丝 更是在奥运会的舞台上 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历史 东京奥运会结束以后 全红蝉就参加了全运会 全运会上的全红蝉发挥依旧稳定 最终非常顺利地拿到了两枚金牌 比赛结束以后全红蝉就入选了国家队 更换了教练 他如今的教练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陈若林 陈若林带领着他拿到了世锦赛上 两金一银的好成绩 众所周知 全红蝉在没有更换教练的时候 他是不接受采访的 就算是跟粉丝互动 也是远距离的互动 自从换了教练 全红蝉好像放飞了自我 连采访都比之前活跃了 甚至还会在台下给粉丝跳舞 跟粉丝疯狂进行互动 尤其是之前参加完比赛在隔离的时候 他还跟自己的好朋友进行了连外 那个时候的全红蝉看起来非常开心 甚至还让大家给他点赞 在说完之后自己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哇 怎么人这么多了我扶了 因为你好成全的人 还不是你带来的流量刚才才一百多人 你一进来就两千多了 家人们把赞给我点到一千万 你一说就有人点赞了 你看 我点到一千万 一千万 打我屁我干什么 你点完蛋可无物的好吧 点赞点赞 之后的全红蝉就开始封闭训练 准备接下来的比赛 在封闭期间全红蝉也是收到了来自游泳中心的嘉奖 如今全红蝉也是升级为国家级运动健儿了 在获得这个荣誉之后 他每一年能够拿到三万块钱的工资 虽然不是很多 但也能够给家里减轻负担 全红蝉在参加完试锦赛之后 就没有再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了 前段时间也是有人晒出了他训练的视频 不过不是在水中 而是在陆地上 视频中的全红蝉穿着暴汉服 非常认真的在训练 最近全红蝉又有了新的状态 从视频中来看 他是在拍摄什么宣传片 一共是三个人 视频中的全红蝉 看起来又长高了不少 头发也长长了很多 站在三个人的中间 非常开心地笑着 不少的网友看了之后都纷纷表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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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